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日前指出,全球化的理论定义是不顾国界,追求商业利润,以及承担商业风险。 不过,每个人都有家与祖国,不能期待每一个商人、企业家在别的国家、地方发展,能够跟他在家乡及祖国发展一样。 所以,理论中的全球化实际上从未完全做到,就算是到了2010年代,也只是做到了是有史以来最高度的接近全球化。 张忠谋认为,全球化大概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1492年到1800年,由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展开,第二阶段是自1800年到2000年,工业革命影响开始加剧,第三阶段则是2000年以后。 其中,第一及第二阶段的全球化是由欧美国家主导的,第三阶段的全球化则是由非西方国家、非白种人主导。 这三个阶段当中,促使全球化的原因只有柏林墙倒塌是与地缘有关,其余都与科学技术有关,如数未化的。 在第三阶段当中,全世界成功坐下来谈贸易,促使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台湾与中国陆续加入WTO,也是全球化重要的地缘事件。 张忠谋表示,全球化带来的好处是让几十亿人民脱离贫穷,几乎所有国家的生活水准都有大进步。 全球化带来的坏处则是收入及财富集中加剧,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不平等感觉加剧。 张忠谋称,美国受益于全球化,中国也从中受益。 如今既有强权,美国关注到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带来的挑战,自然会有意展开压制。 因此,美国引进台积电也成了自然而然的事了。 但是,日前台积电公开表示,由于能在半导体设施中熟练的安装设备的专业人员数量不足, 因此,从台湾调派人力支援,美国N4制程量产时间预估将推迟至2025年。 此举引发当地工会不满,表示当地劳工40年来为英特尔建造和装配晶圆厂, 是经验丰富的劳动力,台积电是利用进度延迟当借口。 想引进可支付较低薪资的外界劳工。 台积电对此回应称,调派人数有限,且为短期支援, 没有要以外籍工作人员取代当地工作人员, 持续优先考虑在亚利桑那州辟用当地人员。 由海外媒体报道称,美国工会领袖说有英特尔建厂经验, 但其实英特尔已长达七年未建新厂, 近年未应对美国制造计划才启动扩产, 因此美国半导体厂物、设备、装机相关技术人力需求相当短缺。 半导体设备厂商表示,台积电海外扩产最可怕的事情终于到来, 美国工会此次抗议只是开始, 接下来薪资福利、人事制度与24小时轮班等工作法规冲突, 将是至今未有工会组织成立的台积电的巨大挑战开始。 报道称,至于传言在今年8月董事会宣布的德国新厂计划, 可以预见欧美的强悍工会将是海外扩产最大变数。 对晶圆代工厂来说,工会发起罢工,损失恐难以估算, 主控权更在工会手上,对营运极为不利, 掌握难度更比成本管控与争取订单更高。 相比欧美,台积电日本首座12英寸新厂将于2024年底进入量产。 近日有市场消息传出,台积电雄本专机将888米员工与家属送往雄本。 日本雄本县居阳亭宣布,为了协助台积电来雄本的员工以及家属约750人, 其中有200人将住在居阳亭,政府将提供多国语言翻译的咨询协助服务, 并在市政厅设立了外国人专用的咨询窗口。 另外,据彭博社报道,日本执政党精骗立法联盟领导人表示, 日本政府将为台积电位于雄本南部的第二家工厂支付相当大比例的费用。 自民党半导体小组主席和秘书长表示, 在政府承诺承担台积电雄本厂一半成本后, 为二厂不提供任何支援是不可能的。 小组主席表示,此类专案日本政府支援正常成本的约三分之一, 而且对第一个专案的支援金额异常大。 这是一项国家战略。 他们面临的选择将决定他们未来几十年的发展方向。 他们将成为晶片的接收者还是提供者。 哪个更好? 无论结果如何,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这一挑战。 秘书长则表示,政府是否也将支付台积电第二座工厂的一半费用, 将取决于该工厂将生产何种类型的晶片, 以及该工厂能对该地区产生多大的更广泛的经济影响。 他补充说,例如,如果台积电计划通过自己技术, 更先进的工人来培训许多日本工程师, 政府将给予更多支援。 立法者还表示,他们希望在今年的额外预算中, 看到至少依照日元折合70亿美元的晶片相关支援, 该预算可能会在年底编制。 虽然台积电尚未正式宣布第二座工厂的消息, 但对其的援助可能是该预算的一部分。 资金还可以用于需要支援的传统和功率半导体生产。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曾表示, 目前台积电购买的土地只有第一座厂的用地, 第二座厂的用地还在征收中, 未来日本的第二座晶圆厂落脚还是在雄本。 由于很多客户觉得台积电成熟制程产能不够, 日本第二座厂将朝成熟制程方向评估, 目前没有导入先进制程的计划。 日本首相去年表示, 如果预算中的额外支援需要落实, 日本将基本上步入十年内向半导体投资约十兆日元的计划。 迄今为止, 日本承诺的主要援助包括为第一座台积电工厂提供4760亿日元, 以及为位于北海道北部的日本本土晶片企业Rapidus提供3300亿日元。 因此, 自民党半导体小组认为, 对台积电工厂的补贴有其合理性, 因为它将世界领先的晶片制造商带到了日本, 但对Rapidus的补贴风险更高。 对于日本再度式出设二场邀约, 台积电重申, 董事长刘德因于今年股东会后, 曾提及对赛日本设第二座工厂还在评估中, 并将朝成熟特殊制程方向评估。 总体来看, 在新的全球化的议题上,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则深刻指出, 近年来中国大幅补助科技产业, 并表示希望未来几年内达到晶片的自给自足。 而美国为压制中国的发展, 开始对中国发起贸易战, 增加中国货品进口关税, 并禁止相关高科技器械、 晶片、设计工具出口到中国。 同时, 美国还大力发展本土半导体制造业, 通过高额补助, 吸引半导体企业在美国设厂。 张忠谋认为, 这些都在使得全球化减弱。 全球化的基础是各持经济比较优势的分工合作, 现在则是国家安全、科技领先与国家安全有关, 以及经济领先的重要性, 已在全球化之上。 张忠谋认为,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已定调为竞争与合作, 至少目前竞争成分高于合作。 张忠谋发出了疑问, 但这还能算全球化吗? 张忠谋表示, 全球化的新定义是在不伤害国家安全, 不伤害本国现在或未来科技经济领先条件下, 允许企业在国外牟利, 也允许外国产品及服务进口。 可以看出, 尽管台积电开始在全球设厂, 但对于供应链安全还是非常担忧。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